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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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聽跟收看 我是吴諾琳 今天是2019年6月22日星期六 Well 雖然我住過好幾個城市 好幾個國家 但是目前的我 住在父母雙方 太太跟我自己 四個人出生的故鄉 台南市的南區 所以我心中最大的一部分 還是給了台南 也常常密切關注台南的各方面發展 以及跟台南的相關的人事務的新聞 最近這一個月 許多台南鄉親 又上了台灣多個類型新聞的頭條 或者重要版面 有演藝圈的新聞 有政治新聞 也有社會新聞等等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 過去最近這30天內 有哪些台南鄉親 上了新聞版面呢 這一集會提到的 有志玲姐姐 林志玲 疑似高雄市長 韓國瑜婚外情 非文的對象 新莊王小姐 號角響起的阿翔 太陽花學運領袖 林非凡 資深歌手江明學 Youtuber網紅 Jomaine 跟政論節目名嘴主持人 黃志賢 首先 是暱稱為志玲姐姐的林志玲 1974年11月29日 出生於台北市 現年44歲 林志玲的父母都是來自於我們台南市 所以有很多人還是會把林志玲 當成是我們台南鄉親 林志玲在2019年6月6日 也就是歐美國家所謂的最長的一日 宣布跟小林志玲她7歲的日本歌舞天團 EXILE的舞者、演員、藝人 Akira 結婚 林志玲的日本丈夫Akira 本名Korosawa Ryohei 黑者良品 Akira她則是在1981年8月23日 出生於日本神奈川縣 Kanagawa-ken的橫濱市 Yokohama 現年37歲 附帶說明 最長的一日 The Longest Day 也就是指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美國艾森豪將軍 General Dwight Eisenhower 所統帥的美國、英國、加拿大 三國主要的為首的300萬聯軍 於1944年6月6日 從英國的英格蘭南部沿海出發 遠征橫越英吉利海峽 在法國諾曼地地區多處海灘地點 登附的知名近代戰史 Steven Spielberg Steven Spielberg 導演 湯姆漢克斯 湯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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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 Damon 主演的1996年美國戰爭劇片 《搶救雷恩大兵》 《Saving Private Ryan》 電影一開場的血腥海灘登附戰 就是描述1944年6月6日當天 《諾曼地》登附的場景 再來要介紹的是 雙人搞笑組合 號角翔起的阿翔 阿翔 1981年3月9日 出生於台南市南區 現年38歲 原名陳文翔 2007年改名為陳秉立 2011年所屬團體號角翔起 已主持時尚玩家 獲得第46屆金鐘獎 最佳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阿翔從小愛打棒球 就讀劍新國中的時候 與後來的職棒選手 郭鴻志 林恩宇 同一届 雖然阿翔不是棒球隊出身 但受到劍新國中的校風影響 也樂愛打棒球 阿翔從小也是死中的 兄弟相隊球迷 國中時為兄弟相 台南區官方啦啦隊 後援會的議員 在2019年6月8日 已婚的阿翔 被《鏡周刊》報道 與同經濟公司的女藝人 謝忻 在台北街頭公開詠文 被該周刊記者拍下照片為證 6月17日 阿翔的妻子Grace 首次公開表示 換我為你撐傘 原諒阿翔 而經濟公司也宣布阿翔及謝忻 兩人暫時全面停工 順帶一提 阿翔的國小母校 台南市南區新興國小 沒有意外的話 很可能會成為 還在就讀幼兒園的我兒子 之後會去就讀的學校 成為阿翔 成為阿翔的國小學弟 爆料的相關新聞中 有聽到王小姐的弟弟 或者是姿子 曾經在國民黨的黨營事業 台南市的中華日報 擔任過記者 下一位要提到的台南鄉親 是網紅YouTuber 跟遊戲實況主 Joeman Joeman綽號九妹 1988年8月28日 出生於台南新營 現年30歲 本名翁俊明 順帶說明一下 這個俊可以唸成英俊的俊 但是俊也可以唸成俊村的俊 所以Joeman的本名 到底是要唸成俊明 還是要唸成俊明 至少我目前聽到的版本 是唸成俊明 反正大家都還是比較熟悉 他的網路名稱 Joeman Joeman之前當過台灣的前職業 電競比賽評論 遊戲實況主 跟小說家 他的幼稚園 是就讀於私立的 台南新營立上幼兒園 國小則是就讀於 新營國民小學 國中讀的是台灣有名的 台灣南部有名的 台南私立新國中學的國中部 高中則是就讀於台南一中 Joeman他是在就讀交通大學 電子系時開始出名的 Joeman 近期最有名的個人身份 就是訂閱人數超過150萬的 YouTuber網紅 他在2019年6月最知名的影片 就是更要競選2020年總統大選 國民黨黨內初選的台灣首富郭台銘 兩個人合作所拍的首富豪宅 首次開箱Vlog影片 讓大家一窺 郭台銘在台北市新一區豪宅的內部 包括那一台全台灣僅有兩台的 120寸Sharp 夏普電視 還有郭董跟病室的前妻零薯爐 從台北市來來飯店所買來的 雙面老虎刺繡 影片中也包括了Joeman在郭董家 跟郭董共進了炒米粉、水餃 跟滷肉飯的午餐 等等的內容 這一部2019年5月28日拍攝 6月15日上架的影片 截至6月22日早上6點 已經有大約318萬人次觀看 另外一個也是6月份上架的 Joeman知名影片 則是跟來台灣宣傳電影 追龍2的香港影帝梁家輝 和拍的Vlog影片 反正各位如果想要知道更多 就請自行到YouTube 上面搜尋Joeman的頻道 再來要提的 就是很令許多人遺憾的 台南鄉親新聞了 主角是資深歌手江明學 江明學1961年出生於台南市 2019年6月18日 被房東發現 上吊死於新北市深坑區的租屋處 享年58歲 江明學跟Joeman 還有陳水扁、李安等人一樣 高中畢業於台南一中 1984年 江明學他還在就讀台南成功大學 工業產品設計系史 參加大學成全國大專 創作歌謠大賽 以《如果真有來生》這首歌 獲得最佳作詞獎 1989年 江明學推出首章專輯 翻唱陳淑華的歌曲 邱毅上心頭 大賣25萬張 成為當時的暢銷歌手 不過之後 江明學在演藝圈的運勢不佳 心路不順 但出歌壇後 江明學曾經轉做電台電視節目 也主持過美食大國民 這個美食料理節目 近年來演藝 工作不順遂 他曾經被周刊拍到在燒烤店打工 領取十薪140元 2004年江明學參加台北市文化局 第一屆街頭藝人表演證照 考試過關 也有在淡水等地當過街頭藝人賣場 接著要提的台南鄉親 是2014年太陽花學運的領袖之一 林非凡 林非凡1988年5月19日出生於台南市 現年31歲 畢業於台南的新化高中跟成功大學 之後又就讀台大研究所 在最近的台灣聲援香港反送中活動中 林非凡也有出面號召 於6月16日在立法院外 舉辦616稱香港反送中集會的活動 最後要提的台南鄉親 是政論節目名嘴跟主持人 黃志賢 黃志賢1964年出生於台北市 現年55歲 本名黃瓊賢 哥哥是民進黨籍的前立委 現任台南市長黃偉哲 黃志賢的籍貫 是台南縣七谷鄉 也就是現在的台南市七谷區 黃志賢在小時候住台南的時期 常常去書包攤 幫當醫生的爸爸 買黨外雜誌 當時還沒有民進黨 所以反對國民黨的台灣本土勢力 最常見的通稱就是黨外 因為有持續上政論節目當來賓 跟主持政論節目 還有廣播 加上他的親哥哥黃偉哲 還有身為戰略專家 從母姓的親弟弟蘇子雲 還有身為總統府發言人的 親堂弟黃崇燕 也都是各自領域的名人 所以黃志賢在台灣 一直都有相當程度的知名度 黃志賢的政治言論 跟他傳統的挺黨外挺綠營的家人們 完全不合 這也是眾所皆知的事情 黃志賢在2019年6月的最新驚人言論舉止 是在中天新聞的政論節目 夜問打拳之中 評論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 遊行的香港示威民眾 黃志賢說這些示威者 真的跟2014年的太陽花一模一樣 那個樣子 你怎麼會20出頭 20歲出頭 有的是17、8、9歲 你對中國有那麼深的仇恨呢? 你這輩子 你出生以後生活在一國兩制下的香港 你有上街抗爭打警察的自由耶 這不叫一國兩制的成功 那叫做什麼呢? 之後黃志賢又稱 香港在英國統治下 貧富差距很大 是一個有法治但沒有自由跟政治權利的地方 黃志賢說 你不知道 你表示更是腦殘 以上就是這一集要介紹的幾位台南鄉親 再次證明 在台灣每個歷史性的關鍵時刻 台南人都不會缺席 也證明台南人才積極 與各行各業都有傑出優異的表現 當然 同一時間 另一方面 也有如江明學這樣的台南鄉親 不幸殞落之消息 日後有時間 我也會盡量的針對每一位知名的台南鄉親 再做更多的詳細介紹喔 這一集就先講到這裡 依照慣例 喜歡的話 請記得去肯定 按讚 跟訂閱 分享喔 謝謝收看 跟收聽 See you 再見 來照